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一是何亨和我谈谈牙 谈谈有什么问题令牙会出事 然后谈谈牙签可以刺到尖尖在牙中间碎了 变成不会生了 然后谈谈其中一件事很多人都没有想过就是亡牙 亡牙又会有问题 但还有一件事别人没有想到除了注牙 那些牙肉有事 就是说到一个人叫dental erosion 是什么来的呢 就是牙那个叫enamel 不是被咬走 是磨牙可以弄走它 但另外就是吃酸东西 会搞到有什么问题 有什么是酸东西呢 咖啡也是酸东西来的 因为5点多的pH已经可以足够令到有dental erosion 那如果你吃完 开始了吗 是不是开始了 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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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刚刚你说过是 现在开始先停下来 OK OK 没收线 好行行行行行行行 你看做电台是集中不到的 是不是 它是很赶的 希望够去给KenKen 去知道我们说些什么 好了 我们来到这个10点35分的时间 又到每个星期一次的这个健康大数据的时间 那当然我们请到就是这个自身的健康专家 就是赵博士来到我们这个节目现场的 赵博士早晨 早晨 早晨 今天有些话题和大家分享 和牙齿健康是有关的 因为你收到一些的听众的短讯 就是有一些问题是问你的 就是关于这个牙齿的健康 特别是有一位听众说他吃这个牙齿 可能吃药的时候 他都说留意到他的牙齿有些问题 不如跟大家讲讲 你收到听众的这些问题 如何去保护这个牙齿和牙齿 上面有一些很重要的物质 是容易被一些我们平时吃的东西抹去的 对吗 赵博士 是的 这个题目他给我们 就很感谢我又升到又惠宜 然后他说 想我在香港有一个Live Show 说起这些数据 其中一个数据 因为我和何亨那边说的牙齿 除了柱 除了牙肉 会令牙脱 还有就是磨牙 还有第四样东西 就是原来牙齿最硬的关键 会可以漂走 或者甚至是你吃酸的东西 会令到他自己自然去的 那吃完东西如果喝了汽水 或者甚至喝咖啡都会的 喝茶反而某些茶 是会胆性高一点 就没有好像咖啡那么厉害 如果立刻刷牙 就会磨走 刺激到很多人都会说 他有其他问题 在节目就没有说到 又可不可以在这么短时间 一节过有时可不可以回答题目 就回答不到 所以今集想选择几个题目 人家刚刚问完 就选择回答 他就说 我需要吃亚是不灵 我还有咬牙 我咬亚是不灵 接着我有留意到牙 就像你放一些影片 在我的Facebook page 好像那些影片 他说有没有研究 关于吃亚是不灵 拿来咬有问题 我问了我医生 和我问了我牙医 他们两个都说 那些牙外的东西很硬 而咬亚是不灵 不是一个问题 这个就好了 第一做对了 应该要问你 Local牙医 和你的医生 如果你还有疑问 就可以送进去 但我们平时Live 不是打进去回答 我其中一个Data Set 就想说 其中一个最大的副作用 在亚是不灵 就是人家拿亚是不灵 来咬 如果你咬亚是不灵 就会制造酸素 亚是不灵 是酸素 如果你直接咬 就会弄到有extensive tooth erosion 即是很严重 不可以咬 另外那份Paper 说这东西 是2004登出来 当然做了整个大数据 通常做医生和做牙医 不会有空去看这些东西 还有如果她是毕业 刚巧她读的课程里面 没有讲这些Case 就不会的 但那个Case 我就放出来了 很震撼 因为整个牙医 都会教了 所有04年那段时间之后 去读的 都会讲这两个Case Study 他就说 就是 Aspirin Chewing on Enamel 和Dentine 是会令到她 很少研究 但有两个Patient 进来 是有extensive damage 去过Tooth Enamel 当她咬亚是不灵 这个我放在Facebook 你可以慢慢研究 这个很重要 就是 亚是不灵用来吞 千万不要用来 但它有做 Chewable Aspirin 所以最好就是 避免这个问题 你可以慢慢去研究 这个Case 因为我答应了 回答多些问题 另外的题目 我都送给你了 对吗 Ken Ken 没错 关于喝柠檬水 Lemonade 这个柠檬水 会不会造成 Enero 的流失 这个你也有说过 是的 我在那个节目 上个星期节目 就有说到是会的 就是橙汁会 然后檸檬水 当然也是橙汁那类 也是会的 那个人就说 如果用 绝筒 Drinking Straw 会不会可以 令到没有了这个问题呢 仍然口都会带了酸的 最重要是 用牙膏 有简性的牙膏 不要选一些漂白牙膏 因为漂白牙膏 很多时候都不是简性的 但是我又不想说牌子 所以就是 如果你自己可以找一些 ph paper 找到哪一个 是简性的牙膏 去刷牙呢 你记得有几样东西 牙膏要简性 另外就是 时间什么时候刷 一定要等20-30分钟 吃完东西才刷牙膏 很多人就会说 是的 我现在知道要刷牙 但是千万不要 特别吃了酸的东西 就立刻刷牙 因为立刻刷牙 那些牙膏 就很软弱 吃了酸的之后 所以喝柠檬 柠檬 anything 叫做 领茶 领水 领蜜 领蜜 都是会的 蜜糖是不会令到它简性的 反而带甜呢 很多时候那些牙膏 更加有机会 蛀 或者有损害 因为它有糖再加酸 所以答案就是 绝筒是不会令到 那些牙膏 是不会有 反而 你喝了 你要立刻令到它简性 这个是很重要的 很重要的 是的 反而是要等它 过一段时间才去刷牙 或者是什么 20-30分钟 30分钟 当然是很安全 因为我不知道它的份量 是吃了多少酸 是多少 如果它的份量 是高的 那你要等它 那个叫做 remineralization 在牙那里 是会自然发生的 因为你要吃甜的 又要吃 吃包 吃很多东西 它都可以令到 那些牙 去弱化了 但是自然 那些牙的 这些数据 就是说起 非常之重要 就是要等身体平衡 然后刷牙 因为刷牙 有很多事情可以发生的 就是第一个力度 另外就是你用什么牙刷 牙膏 又不是简性 很多这些东西 你避免的损害 就是要等 等很奇怪 因为通常有人想 吃完东西刷牙膏 非常之好 但其实是要等20-30分钟才刷 没错 如果还有时间 没错 因为牙本身会软弱 当它接触酸的东西 那些东西不是很酸 吃碗饭 或者吃包 不算酸 但是糖分 当它碰到口水 它都会制造一些 有酸性的东西 所以 那个情况未必要等到30分钟 可以接近20分 但是如果你刚刚喝了 领水 热领水 领蜜 领茶 茶还有一个 一样叫做 Tanic Acid 所以 虽然茶没有咖啡 那么酸性 但是 还有咖啡 有不同品种 如果是它 烧得久一点的咖啡 它就会更加酸性多一点 如果是烧得短期一点 就没有那么酸性 这个就是在酸性和简性 就是对你的牙 最大的问题是酸性特别 还有就是有些什么人 通常牙有事 就是有些人想减肥 就是靠后减肥 吐回了 吃了那些东西出来 胃酸 那里就更酸一点 上个星期说完哪些最酸的东西 吐回来的时候 刺到牙上 这个也是很严重 很严重的 是的 明白 所以千万不要吐 就是吐这么多 那些胃酸的侵食性也挺强 没错 每一分就会加十倍 所以如果跌两分 譬如由6分跌到pH6分 跌到pH4分 跌到pH4分 就是一百倍 跌到三分 就是一千倍 跌到两分 跌到一万倍 跌到胃酸的侵食性也很严重 跌到一万倍 跌到一万倍 跌到十万倍 跌到十万倍 跌到几万倍 所以有时要多拆两次 因为牙膏不会摘很多 所以可能要做两次 如果像洗头 如果头是柔一点 你可能要洗两次 才可以足够 不是下多一点就算了 有时是洗两次 反而就比下多一点 第三个题目 如果有时间 我再谈第三个题目 这个题目 就是说 再说一分多钟 好 可以开了个题 开了个题 再谈讨论 他问 有个人问薄荷油 有没有帮助 薄荷油 如果分量太高 当然就不好 那些香荷油 但如果是稀 刚刚是调好稀色的 然后有数据在外面 放在牙膏少少的薄荷香荷油 但又要想一下 它如何提炼 如果是可以吃的 和提炼得对的 放少下去 是有很多数据 关于针对那些细菌 在口中和对口腔健康 是在薄荷油里面很长历史 是找到有些好处 他就问 如果放三至六滴 在牙刹上好不好 那我就回答 如果刚才我说 那些薄荷油是好的 是提炼得对的 而他说是三至六滴 那你就跟回它 如果他说是两滴 那你就跟回它 因为我不知道是哪个牌子 和它是怎样 而且又不知道它的口腔 但是薄荷油本身 Peppermint leaf oil 和Peppermint oil 是有个历史 在针对口里面的细菌的 嗯 当然了 今天就说了这个 开了这个题 下个星期同样时间 我们这个健康大数据 就继续深入探讨 好吗 赵博士 好 今天节目多谢你赵博士 下个星期同样时间 再跟你联先 啊 圣诞快乐 嗯 谢谢你赵博士 不用 不用 谢谢赵博士 非常顺利 可以吗 OK 那下个星期是不是都是你 下星期应该不是 下星期应该 可能是Cindy 可能是其他人 因为何康还没回来 本身是Cindy 何康放假 Cindy应该是Cindy 所以应该是Cindy 对 对 你也很赶的 多谢你赵博士 星期快乐 星期快乐 OK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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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是圣诞快乐 很快 今年又结束 现在12月22日 还有三天 就是25日 所以今天回答一下题目 都很好 因为我一直都很想回答大家的题目 不过如果是要扣打进去 然后又要夹 可能一折过 只有十几分钟 是很难做的 我也很紧张 但是如果是拿了一些 有人问的 我可以从那里给大家听 好像学习一样 那就有好处了 那些题目 整个题目 就有问我某个牌子 好不好 我就不说牌子 但是我说一件事 是比较重要的 是一个 明白 猪瓦 或者控制一些 牙肉里面的菌 薄荷油 peppermint oil 是有历史根据的 但是在formulation里面 如果能够去用椰子油 来混合peppermint oil 就会非常之好 椰子油 因为椰子油 它暖一点 它就会变成了 溶解了 它自己本身 在pooling里面 如果你加少水 然后做swishing 是非常之有效 和椰子油本身有消炎功效 所以这个是 和它混合一些 一些对牙的牙肉 那些东西 有一个长期历史的好处 我现在跟你说一下 就是有多久历史 椰子油 是过百多年的用途 在口腔里面 而这个叫做 oil pulling 是怎样做法呢 就是 药椰子油 再加薄荷油 这两样加起来 有些人在家自制 就浪 那些 就是加少水 或者不加水也可以 然后就浪 在口腔里 10至20分钟 就有数据 减低口臭 好 口腔那样东西 做瘦口水 就不是水 它是油 它也可以预防 这个叫做gingivitis 在牙肉里面 就是牙肉被菌影响了 和tooth decay 注牙 从一时间可以 完全减低口腔 很大股脏的问题 可以大大影响 就是当你去看椰子油 有这么久的历史 而薄荷油也有 两个加起来 是有一种很特别的功效 那 还有 有一种成分 是一种糖分 但是这些糖分 就不太适合那些細菌去吃 而它就有研究过 当你放这些糖分 在不適合那些細菌吃的时候 那些細菌吃了之后 它就不会是这样升上去 而椰子油呢 他们就研究 为何是椰子油 因为那个听众是问我 almond oil加peppermint 是那种牌子 那为何我要分享给你听呢 因为椰子油有大概一半个成分 是叫做lork acid 而lork acid 是有消炎功效 和杀菌功效 所以 很多人 知道了这些东西 在伤口 其他东西里面 那些数据 就在牙医里面 和 叫做lork 那样东西 曾几何事 就没有人做过 所以呢 有一班人 就在2015年 去尝试去 就是拿这个data set 去看看行不行 那怎样做法呢 就是拿一些 男和女士 16至18岁 他们本身是很多牙石 而且牙石 搞到他们会有一样东西 叫做gingervitis 那些牙肉出了事 然后呢 他们就apply 那些人 几多个呢 总共做了60个 然后呢 他就叫他们用椰子油 接着浪的位置 另外有一班 不认识对方的 在研究里面 就做过一个研究 关于peppermint oil 但是因为他们 大家不相识 做这个study的时候 就只是登关于 在1日 7日 15日和30日里面 有没有改变 那就看到 椰子油 7日之后 是大大影响 就是好那方面走 当然那些是16至18岁 但他的康复能力也在 看到他们好了很多 就登了出来 我有一天都post 一些这样的东西 上Facebook